各位朋友,下午好 现在越南时间是2点40分钟的时间 北京时间就是3点40分钟 台湾也是同一个时间 然后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种五花果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露天种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家种的五花果的果汁的成果 经过两个半月的时间 它已经成熟 就是从它一开始结果到成熟的时候 就是现在它已经达到一个美满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家种的八乐果 这是八乐果 这是也是台湾的八乐 然后这是我们家种的五花果 我摘了第二天 然后第二天 第一天它比现在还大一些 然后今天它有编小一些 因为我放在冰箱里面了 让它更好吃的 然后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种五花果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 首先呢就是我们选的品种 当然是品种我们可以去找 看哪些地方有好的品种 我们再买回来 然后自己会想放适合去配种 就是然后现在我们中五花果的时候 我们要使用哪些去配种它 我们可以用它的种子 我们可以用它的种子去淤苗发芽 去淤苗发芽 或者架接 可是最关键 然后最普遍使用的就是我们进行高压 因为我们进行五花果高压去配种它 这样我们才会有保证的去配种 然后可以有很多可以从高压的可以拿出来种 所以最好的方法去种五花果就是我们进行高压 高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很多视频去学 因为在我的频道里面也有这种高压 然后高压法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种 有时候是刮皮的高压法 有时候是不刮皮的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看大家需要选用哪些方式来去给它做高压而已 好接下来呢 高压完之后它生根之后 我们怎么拿去种呢 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大家可以直接带到外面 去开外一个小洞 用放有机肥啊 跟土搬在一起 然后种下去 那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就是我们 倒压完之后 它生根 我们会移到一个小的盆子里面 再养它一段时间 让它的根整一颗 有一个发展有一个相当稳定的 然后我们再移到外面去种 那是第一 第二个做法 然后当我们 种到土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 我们要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弄成一个小盆地一样 就是从下面到上面 我们要弄一个小盆地 然后 好 现在我会直接 让大家去看 让大家有一个 比较好形容的 OK 好 好 暂时我再保存它 改天我再拿来吃 看看 耶 它在冰线里面更多的更好吃了 哈 OK 现在我会让大家去看 看我讲的是什么样的 OK OK 我会从这边 好 OK 现在 现在 这个 就是我们家的 种的五花果 OK 然后 像我这些地方 我都 弄的比 比较高 这 这个地方 我都弄高 很高 因为我们 如果弄太低的时候 更没办法发展 因为 从下面到上面 这个地方 我们要 弄大概 十公分高的一个小盆地 这个地方 我们要这样 突起来 整这边 最好是 从我们五花果的底部 往两边最好是每一边 一米 宽度 然后高大概十公分左右的一个盆地 这样 五花果的根 它才能发展 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个松土 松土之后它会 啊 根会容易发展 然后 然后我们记得五花果的 根 它都是 人的 表面 比较浅的表面 不会很深了 OK 然后我们知道它现在是 啊 这是 我们五花果的露 露天种子 哈 我们 不是盆子里面 盆子里面 盆子里面 现在是 越南时间 非常熬热的 OK 我们去看 我们可以看 看这些呢 它的椰子 就像有点 啊 猥胁下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旁边这里 这是我们的猕猴桃 猕猴桃的 现在 它已经垂下来了 这 这不是它死掉 这是 因为太阳过大 温度都 差不多40度 啊 所以我们 它会这样尾虾垂下来 然后 像这些椰子 它有一些浅 黄色 啊 然后 看它的椰子 就就像有点 不高兴一样的 好 我再让大家看一下 看哪些我 有 哪些土 我会 弄高了一些 啊 ok 我们 看这地方 这底部 我几乎每个地方 我都会弄高了一些 啊 让它的底部 更发展了 ok 然后 然后 啊 弄完这些之后 啊 我们 要给它 去 伤肥 伤肥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给它 啊 补满 这种底肥哦 底肥是最重要 我们 一开始 中午花果的时候 底肥是 不可少的 啊 我们已经 要 补充 满足 这种 底肥的 最好我们就是使用 有机肥的哦 ok 嗨 现在是 太阳 有点大 就是我们 看的 有点模糊哦 ok 好 今天我的视频 只跟大家分享到 这里哦 谢谢各位朋友 已经收看和支持我的频道哦 喜欢的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我们可以互动 交流意见 好 谢谢哦 谢谢哦